很多人都会利用清明节假期出游 因为4月初的天气不冷不热 是最适合观光旅游的好时机 来自基隆市东光里巡守队 社区发展协会 跟东光里长办公室的40多名乡亲 2018年4月7号的上午由基隆出发 中午前先到南投足山指南公参观 再到竹山的竹屋部落料理餐厅用餐 享用竹山著名的竹笋料理 东光里所望相助队队长施罗淑慧说 这次巡守队一起来南投玩 就是要感谢平常大家的辛苦跟付出 我们巡守队员365天他都没有休息 没有假期 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大家 我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巡守队出来旅游 那你这次出来欢迎什么 我们大家其实经过开会 所以大家欢迎很好的 做水灾风海都出来在顺 都为自己犯不怕生命的 都自己出来主动出来顺 为民国务 这次基隆市东光社区的乡亲 由导游010带队 午餐后直接搭游览车 到三宁西风景游乐区 欣赏好山好水的美丽风光 平常就相当热心公益的东光里长黄元良 也随团全程作陪 黄元良说自己担任28年的里长 一年世纪365天 几乎都在服务基隆市民跟里民 所以才利用假日 带着另一半出来走走 顺便跟社区民众搏感情 可以说是一渐二个 忘了减少口 这里的风景很宜人 气候很凉爽 来到这里觉得心情都很开朗 然后就请你们一起来出游 然后一方面也增进感情 然后让大家的感情能够更凝结 然后在各项工作的配合上 能够更顺利 很愉快啊 就像一个大家庭啊 很喜欢这样的氛围啊 4月7号的下午南投山区 虽然有一点阴天 还有一点雾气 不过幸好没有下雨 让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 尤其三零溪正好是牡丹花开的季节 五颜六色人比花椒 可看性很高 牡丹花园内还有一个大花椒 乡亲们就请黄元良坐上去 说大家都愿意帮她抬轿 而未婚的女孩子说 看到花椒就想年底以前把自己嫁出去 怎么说 今天难得出门啊 嫁好好嫁一次 没有真的很开心 今天这个活动蛮不错的 然后大家都蛮配合的 心情很好 哇好像一个大家庭啊 我们大家合到招招了 所以我感觉能够参与这个行列 感觉到也不错 整个行程从头到尾笑声不断 可以说是嗨到最高点 晚上住宿在鹿谷乡的金台湾山庄 先是在一楼品尝高级的冻顶乌龙茶之后 才开始享用丰富的晚餐 隔天还要到梦中竹隧道 阳湾茶园 天鹅湖跟车城火车站参观 肯定又是快乐的一天 记者陈文旭 故意为南投报导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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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